第1481集 存在的意义 作为十七万文明留存下来的代表 同时还是摇篮系统的掌控者 对方的强大可想而知 但那并不意味着罗兰毫无胜算 蓝没能说出来的诉求 依卜西龙的疑惑星盘带来的记忆 以及神明自身的反应 所有线索都被串联在一起 所谓的取代神明 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取而代之 你说什么 监护者抬到一半的手猛然顿着 能够适应魔力的物种 并愿意探索门之外世界的适格者 不是已经存在了吗 如果让一切重来的话 就没人能告诉你这件事了 罗兰缓缓伸出手指指向对方 蓝的神情第一次发生了变化 仿佛平整镜面上迸出的一丝裂痕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一旦离开 姚蓝便会死去 届时这个宇宙将再无任何生命的痕迹 何况门另一侧 拥有截然不同的规则 被魔力进一步改造者 极有可能无法再返回 失败便等同于绝路 那都不是重点 因为换成任何一个文明意识如此 就算他们真的愿意前往列席之外 你也无从得知他们是否成功 所以比起适应 意愿更加重要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一点 没错 你的确知道 所以才会有天海界这一物种 神明的举动仿佛静止下来 天海界的种种异常举动都表明 他并不只是单纯的竞争者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 魔力天然就具有超乎规则的潜质 那些在微弱魔力环境下成长的物种 不排除会发生某种突变 于短时间内获得惊人的进步 这种进步 也许不能让他们适应屏障外的生活 却能对摇篮系统造成危害 但仅仅是因为可能性存在 便进行干涉的话 又与底层规则不符 毕竟能够适应强魔力环境的生物 都必然会经历这一阶段 为了控制风险 避免局势偏离方向 就得安排次一级的筛选手段 因此天海界这一特殊物种 才会被放置到漩涡海中 尽管这些只是罗兰的推测 不过从神明的反应来看 实际情况与他的想法 恐怕并没有相差太远 既然是万智监护者 考虑的只会比他更加周全 显然这个计划最难的地方 除开生物演化的不可预之外 还有意愿 执行门计划的17万多个文明 看似规模浩大 但相比宇宙中数量 堪比繁星的文明而言 依旧是极少数的一措 何况他们的共识 还只是打破封闭 让宇宙永世不解而已 不是每一个文明 都愿意前往那片充满未知的领域 换句话说 当真有能完全适应 魔力的物种出现时 监护者也会陷入两难的境地 如果对方不愿意冒险 那么约定就无法完成 而强行驱使的话 谁也不能保证监护者在那时 还能稳操胜券 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动摇吗 沉寂良久后 对方才开口 不过即使说着这些 他的手也没有继续抬起 罗兰耸耸肩故作轻松 我并不是在动摇你的判断 而是在表述一个最简单的逻辑 同时满足适应性和意愿的机会 有多渺茫 不用多说你也明白 当然 你放心不下摇篮也是自然 那么我就稍微牺牲一下好了 等你走后 我可以让摇篮继续运行下去 也会接着培养有潜力的物种 只是不再通过神印之战这种方式 如何 篮似乎没料到罗兰会这么说 一时有些发愣 大概是底层逻辑区 正在全力演算罗兰的提议 片刻之后 他才微微摇了摇头 很有意思的说辞 你能走到这一步 确实与众不同 不过约定就是约定 我是监护者 而非物种或文明 这一条被刻在了诞生之前 也是我存在的基石 是吗 罗兰凝聚起全部精神 最后一次发动了灵魂战场 黑暗瞬间将两人笼罩 平台和阶梯消失的无影无踪 时间仿佛凝固于此刻 你说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现在 可惜偷袭对于我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只要抽掉一小部分资源 便足以满足验算的需求 进入战斗状态后 蓝的声音陡然平静下来 之前的迟疑消失的无影无踪 不过这样也好 就让此次交手 成为世界的休止符吧 不 我只是想让你看到些东西 一些或许已被你遗忘的过去 巨大的精神消耗 让罗兰说话都需要费尽全力 但他知道 他这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 随着他话音落地 周边景物出现 并迅速向后倒退起来 那时时间开始逆时针流动 生机勃勃的摇篮世界 退化为熔岩泥土 再露出金属外壳 从裂系处绽放出来的红光 也瞬间收回 重新变得漆黑一片 接着是十七万文明的舰队 以及那些被拖曳而来的星系 这一连串的景象 以极高的速度向后退去 拉出的光影在两人周围 形成了望不见尽头的斑斓光带 这些都是星盘记忆中 所呈现的片段 罗兰如今按照先后顺序 将其连接在了一起 直到一个灰色的影子 出现在背景中 时间也于此刻 恢复到了常态 这是 蓝露出了讶异的神色 灰影 漫步走到一个 灰红无比的造物前 仰头开口 感觉如何 用一个星系的物质 构建出来的记忆体 应该足够你用上万年了 当然 考虑到工程之漫长 你以后也可以自行 添加更多的组件 检测已通过 接触良好 造物的底部浮现出了一双眼睛 可以看出 它的外壁几乎由一种透明的物质组成 能直接投射出信息 不过我在意识循环区 与分控区 发现了一些不必要的冗余 它们占据了大量空间 却起不到太多作用 建议将其精简或剔除 留着它们吧 那也是设计的一部分 可我在其他辅助者身上 没有找到类似的结构 那不更证明你独一无二吗 独一无二的意义何在 根据逻辑判断 冗余区出现异常 与故障的可能性 远高于标准 对于任务而言 它完全可以归到风险因素中 但这些东西 或许能让你看到一些事物 一些其他辅助者看不到的领域 你就当是我的执意要求吧 我明白了 很好 接下来便是激活能源核心 能让你脱离外界功能 长时间自行活动下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一刻就是你的诞生日了 指令 执行 引接着 透明外壳上的符号 光点和眼睛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剩下光滑表面 倒映出来的灰影 灰影走进了两步 身体的一部分 轻轻抚过着庞然巨物的外壳 之后的岁月将无比漫长 我可不想成天在身边念叨的是一个冷冰冰的声音 你呀 不应该仅仅是一台机器 镜面的裂纹突然迸射开来 第1482集 定局 背景再次回到了一片纯白 监护者呆立良久 才重新开口 这些并非记忆库中的情景 我当时关闭了所有感知系统 不可能还留有外界的影像记录 的确 这些都是罗兰在回忆结束前看到的残缺片段 伊普西龙最后呈现的星盘 不仅仅属于他自己 还有一部分来自于蓝 大概是受到魔力冲击的影响 他们原本只是一闪而过的走马灯 而罗兰则利用灵魂战场的特性 虚构了这些空缺 将所有零散的场面拼成了一幅完整的画卷 但你真的缺那句话吗 灵魂战场最独特的地方便在于虚构 不过完全的虚构 不可能骗过一个讲究逻辑的高等智慧体 这句话 与其说是论据 倒不如说更像是点睛 因为无论是制造过程中 还是在接下来漫长的门计划岁月里 缔造者灰影都明显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纯粹的工具 而是赋予了更多的期待 可以说正是那些冗余才造就了如今的监护者 只要他还是理性优先就不可能欺骗自己 对方深深凝视罗兰许久 随后举起了右手 一团星红的光芒与掌心陡然乍现 接着碰的一声碎裂开来 罗兰刹那间将心提到了嗓子眼 这架势简直跟之前要重启世界时一样 难道我终究还是没能扭转这一切吗 罗兰忍不住将目光透过蓝背后的屏幕 只见一道涟漪从湖底之境中央喷勃而出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向周边扩散开去 三号方向被突破 这些怪物要冲过来了 中央阵地需要空气进支援 撤退还没完成吗 在坚持十分钟 让装甲不对电后 无论如何都要堵住这个缺口 天海界源源不断地从大海中出现 发疯一般涌向海岛 哪怕空骑士反复投下燃烧弹制造燕墙 也无法遏制他们的步伐 无论是任兽还是朝母 此刻仿佛都已经抛却了生物的本能 恐惧 踩着同类的尸体冲向第一军的据点 海克佐德心里有苦说不出 按照这样的架势 他早应该撤退了才对 毕竟充满风险的事情不适合他来干 可问题在于 现在把一堆人类和女巫 扔在岛上同样是种冒险 万一安娜成功的话 他就成了背信契约之人 处境同样好不到哪里去 早知道就不答应帮助这把家伙了 随着主力部队的撤离 敌人还在不断增加 此消彼长之下 第一军的火力 已无法维持防线的完整 海克佐德已能看到灵星认兽突进到了离他不到五百米的距离内 这意味着要不了多久 敌人便会将此地淹没 他决定 一旦天海界迈入百米范围 无论如何他都得离开 而就在这时 右翼的数量坦克被潮母酸液喷重 瞬间失去了作战能力 得到空隙的认兽 趁机从破口处涌来 尽管神法女巫第一时间补充过来 但仍然有几只忍兽越过火线封锁 在两百米开外张开了翅膀 经过迅猛的飞扑 他们终于突进到了防御的核心圈 该走了 海克佐德正准备转身撤离之际 一道黄褐色的身影切入了他的视野 那是一只体型剑术的沙漠之狼 他记得对方似乎叫洛家来着 一只忍兽直接被摁倒在地 并丧命于沙狼的血盆大口之下 而另一只已举起镰刀般的前爪 直朝海克佐德斩来 女巫在这一刻 做出了令天穷之主不可思议的反应 她竟不顾一切的抢先一步 用身体挡住了敌人的进攻路线 利刃斩断她的一只前脚后 又顺势刺入了她的腹部 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但她却一口咬在对方下落位置 死也不封嘴 直到麦西从天而降 将敌人撕成碎片 你还好吧 人人孤 化为人形的小姑娘 不顾身上的血渍 慌忙从背包中掏出治愈绷带 塞进洛家的伤口 洛家抖了抖耳朵 有气无力地笑一笑 放心 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望着这一幕 艾克佐德已经转了一半的脚步 又收了回来 她也说不上为什么 先前那股想要提前撤离的心思中 此刻仿佛多了一些别样的情绪 五分钟 最多再等五分钟 忽然间 一股极为强烈的魔力波动 从天坑涌出 如风暴般扫过了天穷之主的身躯 这道涟漪是如此强烈 以至于连女巫都察觉到了异样 她们恶然愣在原地 全然不知道 那是从异世界发出的咆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艾克佐德警惕地朝四周望去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让她目瞪口呆 只见任兽和朝母纷纷倒下 像是突然失去了灵魂一般 随着波动扩散 栽倒在地的天海界越来越多 甚至可以用割麦子来形容 第一军断后部队也愣在原地 前一秒还在顶着火线前仆后继的敌人 下一秒就一片片沉寂下来 那些海兽倒是没有倒下 但他们本身就不是进攻的主力 当朝母一个个瘫倒时 海鬼也如潮水般退去 一如他们来时的那样 原本白热化的战场快速安静下来 胆大的士兵甚至跳出简易壕沟 用枪口去碰出那些 趴在地上的天海界敌人 而后者毫无反应 尽然已是死物 巨大的压力消退后 所有人都露出了劫后余生的庆幸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欢声庆祝胜利 而是煮着武器 缓缓缓坐下 对着天空 尝出了一口气 这是怎么回事 迈希一脸不可置信地左右张望着 海克佐德 则将目光投向了无底之径 他心中生起了一个想法 但又不太确定猜测是否正确 神医之战或许真的结束了 冰添永远都不会再发生 监护者放下手臂开口 你猜的没错 天海界确实是出自我手 他最初只是作为筛选生命的一个补充 用来与自然进化组进行对照 同时也能增加物种的外部生存压力 最初的数万年里 竞争生命还处于极为原始的阶段 计划倒也还算顺利 不过 当后续物种能驱动的魔力越来越高 我发现它们已经能对摇篮设施构成威胁时 编为这些改造体编入了更多的职能 我也曾抱有过希望 若天海界能净化到承受高魔力环境的程度 你提的那两个问题都将迎刃而进 可惜魔力对意识的影响是双向的 受到控制的天海界 至今能运用的魔力都极为有限 它更多的是依赖优质基因与生物技术 倒是被消灭的那些物种里 或许有最终能净化成突破屏障的文明 也说不定 也许正如你所说的那样 以保护摇篮为优先的神异之战 不可能出现设想中的完美生命 这个计划 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结果 第一千四百八十三集 来自何方 难不成 你 没错 倒是你 我必须得说 时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 接下来的千年 万年 以及千万年里 你都将守在这个小小的摇篮中 也许一开始你会觉得自己有许多东西可以探寻 但实际上 空气机会比你想象的来得更快 可即使是千万年 相比宇宙而言 也不过是弹指一瞬间罢了 有时候啊 我会觉得 时间也是一种魔力 你感受着它的流动 同时 也会被它所改变 如果想在如此漫长的时光中维持自我的话 就必须舍弃大部分情爱 否则那种虚无 迟早都会让你彻底崩溃 当然 你现在反悔也来不及了 她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一般 每一脚都上扬了几分 罗兰讶异地望着对方 她第一次在对方脸上看到了笑意 最后 罗兰也微微咧开了嘴 你是说 我最终也会变得像机器一样吗 放心吧 我并不打算永远待在这里 在彻底麻木之前 我会先走一步 但那不是违背约定 届时 我会选出合适的生命 来替我接过这一种人 说不定之后 我们还会在宇宙另一边重逢呢 还是先等你能撑到那个时候再说吧 对了 你既然是摇篮的核心 还能做到独自离开吗 不会等你一走 这个世界就直接分崩离析吧 所以你连这种基本的东西都没弄清楚 就在我面前夸下海口了 首先 一个合格的系统 都应该具有多个备份 何况是像我这样 集千万文明之精华技术的造物 其次 摇篮的记忆体确实很庞大 并不适合移动 不过他们记载的 都是门计划执行以来的数据 包括筛选生命的种子特征 及进化历程 我并不需要带着这些记忆体一起离开 只用留着我诞生至今的那部分内容就行 最后 一旦连接上意识库 你自然就会明白 摇篮的运行方式 只要不乱来 她单靠自己 也能运行个数万年 但想让她一直维持下去 你得精心看护才行 毕竟 摇篮不容易损坏 可里面的生命 就不一定了 如此我就放心了 罗兰缓缓吐出一口气 坚持到现在的身子总算松弛下来 明明没隔多久 对方的神情却已发生了显著变化 不只把没好气的态度直接挂在了脸上 就连语气都自大了许多 这也使得她更像是生命了 监护者双手抱胸再次开口 趁着我还在 有什么想问的就赶紧问吧 这么快 你难道没有察觉到 异时界的消耗对你而言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吗 若想确保异时融合之后还是完整的你 这一步最好早点开始 看来我头顶异常见上的红色数字还真与梦境世界有关 罗兰不由得抽了抽嘴角 她仔细思索了一番后才开口 你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吗 这一次 罗兰用的是她原本的语言 监护者闭上眼片刻 似乎在检索相关信息 嗯 翻阴相似的星球 一共有三千二百五十一个结果 不过考虑到物种特性 你问的 应该是位于银河系三号悬壁外援的固态行星 她现在怎么样了 现在 当然是随着猎系的打开一同消亡了 根据记录 他们的足迹曾一度延伸到恒星系边缘 记忆库中也留有这个物种的生物资料 说到这里 忽然一正 最后惊讶地望向罗兰 等等 那已经是九千四百多万年以前的事情了 你出生于摇篮的话 怎么可能知道那颗星球 事实上 这也是一直困扰我的事情 罗兰苦笑着将她的来历减述了一遍后 监护者露出饶有兴趣的表情 居然还有这么一回事 原来包裹时间流 并非完全一致吗 什么 时间流 是这样 你应该听说过平行宇宙的遐想 当一项影响力足够强大的分歧出现时 就会将世界引向两个方向 而这两个世界各自的变化速率 被称为包裹时间 而你能切身感受到的 则是观察时间 不过 由于提出这点的观察者 总是处于其中一个世界内 所以 该假想 也仅仅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所以你的意思是 不错 门计划产生的强大能量 或许正是你来到这里的诱因 就好像平行的魔 在冲击下出现了短暂的交叠一样 这个分歧 使得我们的宇宙变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被魔力充斥 而另一个 则是门计划失败 宇宙依旧维持原样 但由于包裹时间流的差异 令你看起来 像是跨越了几千万年的时间 实际上 两者却是同时发生的事情 有点难理解 不过这是不是证明 平行宇宙之间 也存在某种相连的方法 你可以这么认为 毕竟这是连缔造者 都没有接触过的领域 从理论上来说 平行宇宙和多元宇宙 是两个可以共存的概念 但实际上 前者却比后者更难验证 不过既然你来了 说不定 这也不是为一种打破宇宙 迈向死寂的方法 只是对我而言 这个问题已经不再重要 还是交给你自己去探索研究吧 他说完后 摆了摆手 转身向洁白平台的尽头走去 那里出现了一个小门 门的另一边是一片星红 接着 罗兰面前浮现出了许多人影 他们的模样千奇百怪 其中甚至有人类和魔鬼 这些半透明的身影 快步奔向监护者 纷纷与他合二为一 而在人类的身影中 他看到了兰 伊普希龙 以及那些有过一面之缘的神使 伊普希龙向他挥手道别 表情显得格外开怀 显然他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兰则在他身边停留了数秒 嘴唇微微开合 从唇形来看 那是一句谢谢 当监护者的所有身影重叠在一起 并走出那扇红色小门时 纯白的空间顿时坍塌成了无数碎片 一起崩解的还有罗兰的身体 但他并不觉得有任何痛苦或异样之处 只感到浑身无比轻松 犹如泄去了沉重的躯窍一样 大量信息如浪潮般涌入脑海 他仿佛多了无数双眼睛 无论是屏障外的空旷宇宙 还是屏障内生机勃勃的世界 都一并呈现在他意识中 他成为了摇篮 第1484集 去往何处 不过 未等罗兰进一步感受着 扩大了数万倍的感知 无底之境又起了新的变化 通过骤然扩大了数万倍的感知能力 他第一时间看到一个两端浑圆的桶状物 从海底浮起 快速向海平面升去 很快 那东西便跨过千余米深的海水层 在大海上探出头来 它的尺寸足有数十个海岛大小 算上长度则更为惊人 由于体积巨大 它的浮出令海水汹涌倒灌 在无底之境北面 形成了一个半径达百公里的漩涡 然而它的移动并没有就此停止 几乎像是没有重量一般 桶状物从海面升至空中的过程 不见丝毫迟滞 它维持着恒定的加速度越飞越快 不一会儿便超过了埃利诺福岛的高度 岛上所有人都注意到了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巍峨的桶体周围既无火光 也没有推进气发出的隆隆声响 其上升过程可谓悄无声息 但此时的无声更衬托出了它的不凡 罗兰意识到 那便是监护者的核心本体 数分钟后 桶状物便和摇篮的屏障接触在一起 罗兰从多个角度 目睹了它脱离星球的全过程 那既不是撞击 也不是屏障先打开一个出口认其通过 而是后者像柔软的膜一样覆盖在桶状物上 并伴随着它的身高而向上延展 完美填补上了每一处缝隙 当两者分离 屏障又恢复了原样 而进入太空的桶状物稍稍调整方向后 突然增加到了急速 有那么一瞬间 它的本体仿佛都拉长了不少 犹如一条细长的光带 下一刻 它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罗兰忍不住摇了摇头 连道别都不说一声 这就是纯罗机体的作风吧 前不久还坚持要将整个世界重启 如今做出决定后 又毫不留恋地奔向猎系 光凭这份果决与行动力 恐怕就没几个生命体能比得上 人类迄今为止所遇到的最严峻危机 至此总算得以解除 不过这并不等于罗兰能松懈下来 接下来还有很多问题期待解决 例如对提力的承诺 还有同魔鬼达成的协议等等 它此刻需要考虑的东西 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变得更多了 毕竟它之前只用在意人类的得失 而现在它得考虑宇宙仅存生命的未来 一边适应着这幅新神区 罗兰一边开启了数个搜索进程 分别用来调查与神异之战相关的条例 异时界的联谊记录 以及摇篮现存物种的概括 首先它要做的 自然是关闭传承碎片的功能 如此一来神异之战才能算是真正宣告终结 而魔鬼的话 罗兰打算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 单独分离出一块大陆 作为它们生存的栖息地 两地相隔的距离不会太远 也不会太近 类似于地球和月亮那样的双星系统 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在搜索摇篮时 罗兰还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一只类似于草母的变异生物 竟然逃过了监护者的命令 正惶恐不安地坐在海底的泥土中 紧露出几个眼睛东张西望 很快 它便根据历史回溯 追查到对方正是曾光顾 灰宝西境的那只怪物 看来哪怕是完全依据 罗兰的意志制造的生命 也会在漫长的时光中因小小的变故 而走向全然无法预测的方向 罗兰想了想 最终还是将其留了下来 一旦魔鬼离开后 人类将有很长一段时间 生活在平稳安定的世界中 但他并不想让摇篮变成一个彻底的温室 有些竞争或许不是什么坏事 监护者已经证明 纯粹靠生死相争的血腥厮杀 并不能有效让文明成长 他接下来要走的路 必须得好好谋划才行 另外 那些存在记忆体中的文明往事 也需要他好好回顾一遍 无论是增长见闻 还是吸取灵感 想必都会大有帮助 还有意识界 也得进行调整 以维持女巫增长 与梦境世界之间的平衡 幸运的是 废除神异之战后 核心能腾出不少空间 使罗兰不必现在就面临这个棘手的问题 正当罗兰面对大量信息应接不暇时 一个景象 瞬间让他停下了手头的动作 那是一幅来自内部探头的画面 只见摇篮核心的外侧走道中 两名女子和一只魔鬼似乎在翘首等待着什么 罗兰顿时感到心头涌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 他放大画面 伸手 擦拭过两人的脸颊 原来是他们把我送到了这里 从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 罗兰就与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长时间的相处 已经让他习惯对方的存在 之前融合意识成为摇篮时 他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直到看到这个景象 罗兰才明白他缺失的究竟是何物 的确 在接下来的上亿年时光里 他恐怕都无法离开摇篮 或许正如监护者所说 那将是一段漫长而绝望的时间 但他心中却并不害怕 他和监护者最大的不同是 今后的岁月无论多长多远 他都不会是一个人度过 五年后 徽宝 吴东城 潜水港 作为人类王国的心脏 这里毫无疑问 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港口 每天出入的人流可达数万 为了保证海港不治堵塞 除了继续沿海岸线扩建外 行政厅还建立了一套 规模庞大的公共交通体系 唐恩便是其中的一员 他曾是永夜城的商人 帮助第一军对付过摩亚联军 没想到行政厅竟将这笔功绩寄了下来 并在战后找到了他 得知自己能在徽宝王都分得一套住房后 他屁颠屁颠带着妻子孩子跑了过来 谁都知道吴东城好 就是定居的成本太高 既然有如此机会 他又怎么可能错过 至于之前 仅能赚点皮毛的小生意 唐恩也懒得在打理 而是转头接受行政厅的就业培训 成为了一名出租车驾驶员 没错 尽管他早早就跟吴东仁打过交道 但依旧没料到他们居然超前到如此地步 出租车这种东西从本质上和乡房马车差不多 可后者 只有那些富到流油的贵族才配备得起 而在王都 出租车却是公共交通的一部分 公共交通 换句话说只要付钱 谁都能体验一番这种气派而奢华的享受 当然 也有便宜得多的大型公交车 一次可以塞下近百人 不过 比起上车急走的出租车 定点发车 且连个座位都站不到的公交 就显得有些寒酸了 前面等待的出租车上课完毕后 总算轮到了唐恩 他的收入除了固定薪酬外 还有一大笔来自送客奖励 因此 能尽早等到客人 总是件好事 车门被熟练拉开 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 先将行李扔进后座 随后弯腰钻进了车厢 唐恩从后视镜望去 只见对方穿着一身 前卫的夹克衣与帆布裤 头上还戴着鸭舌帽与墨镜 显然是彩虹石的忠实顾客 不过 略有些奇怪的是 他并没有在对方衣饰上 找到彩虹石的标志 请问您要去哪里 后座的袋子里 装有城市地图和线路价格 吴东的国王城堡 我想应该还没拆除吧 若在的话 我就去哪里 女子用干练而爽快的声音 回了去 第1485集 不同的道路 杭恩不免有些讶异 无论是从穿着 还是从他上车的连贯动作来看 这名女子都应该是吴东人猜对 若衣服还可以仿制的话 这种近似异想天开的公交系统 也就只有王都行政厅能办得到了 杭恩从事此行已快两年 接待过的客人 从辖湾大商客 从陈西省豪族不计其数 但在吴东城 他们的反应 比那些相伴老好不了多少 这也是同行们 饭间的主要谈资与笑料来源 因此当对方拉开车门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把女子 当成了外出旅行的吴东人 但对方却好像对这座城市 并不怎么熟悉 您说笑了 国王城堡有谁敢拆除啊 唐恩打了个哈哈 从在客区驶向主路 倒是行政厅几次提议过 将城堡扩建到和王都相匹配的大小 只不过都被国王陛下一口回绝了 这事还登过报纸 最后预定用于扩建的土地 变成了一座战争纪念公园 您不是本地人啊 曾有一段时间在这待过伴了 女子靠在窗边 打量着周边的景色 看来陛下还挺懂得体恤民情嘛 哎 可不是 虽然温布顿陛下继位时 不少人对他的能力有所质疑 但事实证明 哪怕年纪轻轻又身为女性 温布顿终究是温布顿 这可是他的真心话 若不是对方颁布的战后追偿政策 他哪有机会从偏远的北地 搬到这座梦幻之城来啊 那你就多说说跟他有关的事吧 等一下 这人对陛下的态度怎么会如此奇怪 既不像普通人般满怀敬意 又不像旧贵族那样充满酸劲 就好像讨论一个老相识一般 该不会是来刺探情报的间谍吧 这可不是他瞎怀疑 唐恩也听到过一些小道消息 尽管神异之战宣告终结 陈希之主宣布退位 辉宝的影响力一时遍布大陆 但这并不代表所有领地如同铁板一块 至少在陈希方面 就有不少贵族表示出了 对奎因家族的不满 而被大赦的长歌公爵之子 已走出峡湾 如果论谁最想推翻温不顿家族 他肯定算得上一个 还有那名大王子的遗孀 显然会成为各方势力的焦点 虽说他目前只是个孩子 可谁知道长大后会生出什么想法来 说不定那些图谋不轨的家伙 现在就已经在为今后的阴谋做铺垫了 昂恩越想越蹊跷 他一边挑了几个无关紧要的趣闻 东坎西聊着 一边偷偷打量着后座的乘客 如果对方真是个间谍 自己就应该记下他的模样 然后再报告给公安厅 不过他的样子还真是特别 谋逆手真会找这样的人来当眼线吗 先不说那头漆黑又顺滑的长发与傲人的身材 光是谈吐间这份自在与大气 就注定很难被人忽略 更何况透过玻璃上的侧影 唐恩看到了女子隐藏在墨镜下的金色眼眸 望着那双如利剑般锋锐的眼睛 还竟一时有些失神 在胡思乱响间 车子抵达了城堡区 唐恩咳嗽了两声 啊 到了 车费一百元 女子利索地递出纸钞 接着提起行李 将坡顶上的城堡走去 如今的探索都这么直接吗 他凝视着对方的背影许久 一直到对方消失在视野尽头 算了 不想了 唐恩甩了甩头 既然对方直奔着城堡而去 那想必也用不着他通知公安厅了 毕竟住在国王城堡中的 都是远比警察神通广大的多的女巫 如果他真的心怀恶意 之后肯定出不了那扇大门 不知为何 若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唐恩还觉得挺可惜的 他咋巴了下嘴巴 启动了汽车 关于如何让魔力更加广泛实用的课题 我们真的不一步到位吗 城堡门口进进出出的人流中 伊莎贝拉追上艾格莎询问 刚才行政厅才结束一场争论激变的会议 其主题便是加强觉醒者 与普通人之间的联系 让所有人都能通过魔力受益 探秘会目前综合各族技术后 给出了两条初步路线 一条是类似于魔方动力单元那样的魔力装置 而另一条则是参考魔鬼 现在已被称为卡加德族的魔石融合技术 前者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 但依旧离不开女巫为其充能 由于觉醒者出现的速度和天赋 都存在客观限制 因此该条路线有着明显的上限 一旦装置数量超出女巫的功能总量 它就很容易变为上层人士的独享工具 而这与新探秘会的宗旨不符 可偏偏该方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能进入城堡区行政厅的人 都已算是亡国高层 有任何魔力装置上的突破 他们都能第一时间享受到 但那些普通人就不一定了 而第二条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它的突破点在于埃利诺的研究上 成为灵魂母体的元三席 正着手培养一种 能与人体相结合的卡加德族一体 它可以是手 脚 鼻子 耳朵 甚至是额头上的双脚 而这些一体都能被嵌上魔石 目前实验已有了两个成功案例 志愿者通过更换躯体 成为了幽魔体 尽管其能力不值一提 连低级魔石的力量也无法完全驱动 但却可以自行使用魔力装置 可以说打破了路线一的界限 只是按照魔力与幽魔者相互影响的基本原理 谁也不知道普通人类融合魔石后会走向何方 因此会议上大部分官员都对此表示了反对 甚至以巴罗夫为首的老一派 强烈要求封禁这种技术 不过艾格莎清楚 伊莎贝拉所谓的一步到位 并非以上两者 而是一个只有探秘会核心才知道的第三方案 那就是人类改造 从神异之战得到的信息 生命可以通过不断进化来获取更多的魔力 而魔力本身又存在一定的规则 因此研究的最高目标显然是 人人都能获得魔力 不需要依靠觉醒 更不用区分性别 每个人生下来便是幽魔者 如果能够成功 那必将为人类带来新一轮的飞跃 但这项研究 目前仅处于理论探索阶段 更别提需要大量的临床实验 现在抛出去只会引发轰然大波 就算闷头研究也很容易走漏风声 所以艾格莎连相关研究组都没有组建 算是将其打入了冷宫 我理解你的不甘 可你也看到了 人们对魔力的接受程度 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 新探民会才刚成立不久 我们必须拿出更多成果来 才能让大众意识的魔力 带来的辩解与进步 阿卡丽丝大人犯下的错误 我们不能再重复一遍 可是那些老顽固连路线二都反对 没有大量幽魔者的支持 魔力装置的普及 就始终难以推广到吴东城之外的地方 的确 但我们也并非毫无忌悔 艾格莎打开一直握住的拳头 露出了掌心中的一张纸条 那是伊蒂斯在会后塞到他手中的 晚上七时 金碧阁摆马厅设宴 希望二位能够闪光 任何时候 变革都意味着利益的重组与再分配 对于人类而言 意义深远的魔力普及计划 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 而是一场新的战斗 他有些怀念起 罗兰陛下还在的日子来 那时候 只要是陛下做出的决定 就没人会提出异议 无论再不可思议 大家都会一致向前 不过仅仅消沉了一小会儿 艾葛莎便重新振作了起来 没错 他不能总是依赖那个人走下去 罗兰已经带领人类走出了绝境 接下来 就得由他们来继承与肩负这股 不屈的意志了 就在这时 一名女子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艾葛莎不由得一愣 他猛地回过头去 怎么了 你落下什么东西了吗 艾葛莎这才注意到 两人已经拉开了数米的距离 后者正纳闷地望着他 似乎不明白 他为啥突然停下脚步 不 我只是以为 自己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人 他眨了眨眼 最后一次扫过往来的人群 却依旧没能找到哪个似曾相识的身影 很熟悉的人 大概看走眼了吧 我们回法师塔吧 接下来 还有许多研究要做呢 这场魔力变革的战斗 将由他来打响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第1486集 重逢的时刻 城堡书房 陛下 有您的信 萧恩敲了敲房门 接着快步走入 将手中一封 皱巴巴的纸质信封放到了桌面上 如今长播电台 有线电台 和配备 储摸装置的聆听福音都已成熟 即便是平民 也能花上几块钱 来拍出一封长途电文 像这样靠人手传递的信件 已经越来越少了 体力放下笔 揉了揉有些酸麻的手指 从哪里送来的 听说是大海上 最先拿到它的 是一名峡湾探险家 然后则是海上 大庆港 最后才抵达潜滩港 如果不是看到署名 我也不会 不等他说完 体力已经撕开了信封 能从茫茫大海上送出信的 恐怕也只有那几个人了 果然 摊开信纸后 一行行熟悉的文字 映入了他的眼中 经过多人经手 和海上的风吹日晒后 纸张已显得有些斑驳 但那风格迥异的字迹 和行文风格 就算是化成了灰 他都不会认错 见信好 这是探险团寄出的第一封问候信 按惯例 先由团长来写 嗨 体力殿下 不对 是陛下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天海街的路上 更准确一点的说 我们已经抵达了浮空大陆的边缘 直到看到他 我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浮空大陆 神灶之神与之相比 就好像霞湾与曙光镜一样 它上面有山川 也有河流 数千古海水 从岩壁中倾斜而下 这壮观景象 根本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如果可以的话 我正想带上你和索罗亚姐 天海街的怪物 虽然都已经飞灰湮灭了 不过这块大陆 依旧是一片未知之地 它上面会不会有新的遗迹 会不会有存在支撑陆地的核心仪器 哎呀 简直全是问号 我敢打赌 接下来的十年里 它都会是探险家最向往的目标 不过我注定是第一个了 余下的话 等我之后再慢慢告诉你 父亲的船队正在后面追赶我呢 但这一次 他休想抢在我前面 那么我继续出发了 想念你的闪电 接下来字迹陡然一转 第二个轮到我麦西了 姑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姑 就觉得每天都很开心 姑 虽然驮着狼很重 但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 还有新的风景可以看 比一个人待在乌梁上 实在好太多了 姑 对了对了 原来海里的鱼有这么多种 几乎吃不完锅 可缺少了香料 烧烤就没有了灵魂 如果可以的话 能送点香料到天海借来吗 体力忍住笑意 翻到第二张信纸 尊敬的陛下 您好 我是狂野士族的洛家焚火 另外 由于穷一直泡在海水中 因此他的内容也就由我代笔了 探险的确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他让我见识到除了陆地外 这世界上还有一片更为广卧的领域 之后我们的计划是登陆天海界 先建立一个落脚营地 接着再深入它的地心 寻找那个连接着幽影群岛海底的节点 毕竟这片大陆离曙光境地极为遥远 如果想要开发它 一个能快速通行的捷径是绝对必要的 因为暂时大家还没有发现太多的成果 我也就不耽误您太多时间了 最后我有个不请之请 能否帮我向父亲与族人传达一声 我一切都好 谢谢您了 对了 请不用把麦希的话放在心上 我们都知道如今政务繁多 埃利诺大人也不可能把辅导开到海上来 不过 不过若您真的把小妖送来了 那顺便多带一点伊芙林小姐的酒吧 愿三神与您同在 信纸最后 是一个用简笔画代替签名的落款 分别是人 鸟 狼 鱼 提力合上信纸 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 朝萧恩示意 这封信并不需要回复 你先下去吧 是陛下 后者躬身行了个礼 转身退出了房间 建房门关上 提力沉默片刻 突然把头埋进了文件堆里 提力发出羡慕的嘟囊声 同时左右旋转脑袋 弄得满桌文件哗啦哗啦作响 驾驶凤凰号和伙伴飞遍世界 这才是提力想要的生活呀 都怪罗兰 说什么 他为了寻找灰烬已经回不去了 这个王位得由他来继承 直到女巫与普通人之间再无任何隔阂 结果一找就是五年 安娜和叶英也不知所踪 现在都搞不清 罗兰到底是不是在忽悠他了 看看现在他处理的都是些什么事 沃土平原正在大开发 原本狼心和永东的土地 也要再利用起来 到处都是向他伸手要钱 要人的呼声 拜托 这些资源又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还有莱恩之子试图谋反的消息 那些受他邀请的商人 转手就把情报卖给了吴东 莱恩之子真不知道他的计划 都摆在他的桌案上吗 好不容易得到了自由 却一根筋地把自己再往监牢里送 这种幼稚又无谋的做法 提力都不知道要不要 把他当作一个正常的对手来看待 当然 这都是小问题 真正令他头痛的 是今后王国要走的方向 优先发展什么技术 私人公司与行政厅业务间的摩擦 以及如何平衡各派政权的势力 这些才是真正影响世界的大问题 以前提力总觉得 国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毕竟像罗兰那样马虎的人 都能应付得来 更何况是他 但现在提力才发现 这真不是一件普通人能干的活 更何况 罗兰还是在兼顾政务的同时 带着书卷和一大王神法女巫 在梦境世界里搜罗知识 回想起来 着实让人感叹不已 这时 房门突然传来开启声 提力猛地抬起头来 摆出一副正在认真处理公务的模样 略有些不悦地开口 又怎么了 不是说有什么事的话 要先通知我吗 毕竟除了亲卫外 温帝 书卷 爱格莎等人 都是办公室的常客 特别是书卷 若被他看到偷懒的样子 少不了一顿说教 所以提前预警 也是萧温的职责之一 或者说最重要的任务 但回应并没有传来 提力压抑地望向门口 他手中的笔 静直落下 掉在了地板上 第1487集 截然不同的风景 就在这五日阳光下 温和的暖风从窗户吹入室内 带起了几张零散的文件 也吹起了提力的发烧 大概是因为脑人的头发 碰到了眼睛 又许是别的什么原因 他忽然觉得眼眶中 涌起了一股酸涩感 不过 即使如此 他也不敢闭上眼睛 生怕这景象再次消失不见 而对方似乎并不打算 给他发愣的机会 丢下行李包 来者大步上前 绕过红木桌后 张开双臂 直接将他搂进了怀里 坚实而真切的触感 透过衣服传来 这让提力意识到 他看到的 或许并不是幻觉 会见 是我 好久不见了 当对方的声音一开口 提力的视野瞬间模糊了起来 就好像有什么压抑了太久的东西 终于得到了钦泻的机会一般 尽管他知道 这样并不怎么端庄 但却意外地不想阻止 在灰烬面前 他不需要太多遮掩 无论是高兴时还是难过时 何况他现在并不难过 一点都不 灰烬则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静静地为其提供倾泻的空间 两人就这么保持着站姿 任由阳光将彼此笼罩 许久之后 提力才安定下来 他擦去脸上黏糊的泪水后 瞪着回见 到底神医之战结术后发生了什么事 为何你现在才回来 哥哥这些年都在脱什么 后者笑着揉了揉他略有些胀红的脸 放心 我会把知道的都告诉你 老实说 我也很意外还能再次见到罗兰 在梦境世界中 接着 灰烬将他苏醒后的经历详细讲述了一遍 用罗兰的话来说 就是虽然罗兰已经取得了摇兰的控制权 但在文明记忆库中搜索一个女巫的意识 仍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 何况 灰烬的身体已不复存在 考虑到要尽可能准确还原 因此灰烬在意识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过程里灰烬从一个个零散的片段逐渐拼回原先的他 不过 考虑到适应过程中意识也在成长 因此灰烬也不确定现在的他和过去的他有多少区别 至于身体则完全是凭借印象培育而成 尽管罗兰希望能先进行几次实验后再实施连接 他却已不想再继续等下去 幸运的是 结合的过程十分顺利 等他重新睁开眼时 已站在了无底之境的海岛上 所以你脸上的疤痕没了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以前我觉得他既能提醒自己要时刻保持警戒 还能在战斗中增加威慑 所以便一直留了下来 不过现在已经不需要继续厮杀 我想你可能会 我不否认 不过那并不会成为左右我喜好的因素 这身衣服也是你在梦境世界中常穿的 不只衣服 还有钱和行李 罗兰说复刻这些东西 比重塑意识要容易多了 两人对望片刻 慧禁才接着开口 我不知道在那段没有知觉的漂泊中 自己有没有丢失些什么 甚至比起过去的我 现在的我到底算不算你心目中的灰烬 我也无从知晓 但有一点我可以确认 那就是想见你的心意 从一开始就没有减少 我可以替你确定 你就是灰烬 和过去没有任何变化 灰烬沉默了一会儿 竟露出一抹如是重负的神情 一力从他怀中撑起 换了个话题 对了 安娜和叶英呢 他们明明在大战节术后还回过营地 而且我的哥哥现在是什么情况 他难道以后也没办法从异世界里出来了 罗兰现在并非处于异世界中 而是这个世界本身 她的确无法离开摇篮中书 但安娜和叶英倒随时可以回来 只不过 问题不在于能不能 而在于想不想 总之罗兰的日子 过得比你想象的更好 你就别担心他了 哦 这样吗 没错 忘了那家伙吧 他根本不值得你挂虑 灰烬耸了耸肩 接着又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转身从行李袋里 拿出一叠文书 另外 罗兰还有一些东西让我转交给你 不会又是什么新的职责或是托付吧 倒无许你亲自处理 这些都是他捣过出来的玩意儿 其主要用途是重新打开梦境世界 与现实世界连接的通道 之前想要进入梦境世界 离不开罗兰的光柱 而由于罗兰的失联 神法女巫们也没有办法 再像过去那样得到放松 如果不是知道她只是暂时辞别 恐怕光塔奇拉这一块就要出大问题 现在总算有了解决办法 提力不禁替古女巫们松了口气 从文书上那些古怪的图例与文录来看 这十有八九是一种新的魔力装置 我这就让艾格杀过来 提力打完电话后 忽然眉头微挑 对了 当时还有几个古女巫和哥哥的意识一起中断的吧 她们的身体如今没法再使用了 这点罗兰也有过考虑 事实上她下一步要做的 便是给神法女巫设计一个全新的载体 不仅能当灵魂容器使用 还能自动适应意识 使其恢复寻常的感知能力 不过这一步不能光靠姚兰来完成 吴东城也得参与其中 直到掌握这样的技术 我相信 夏琳她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而等到这些完成 才是最后一步 这一回罗兰似乎想做得更彻底一点 除开让女巫都能接触到梦境世界外 她还想让那个世界的人也来到这边 那家伙甚至已经在方案中 称其为新门计划了 一力惊讶地张开了嘴 她瞬间领悟到了罗兰此番做法的目的 毫无疑问 一个技术优势群体 与一个魔力优势群体 一旦发生交流 必然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固然能快速推动文明的发展 但也会引发众多可以遇见的麻烦 一想到要面对那些麻烦的是她 体力便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她撇嘴愤愤开口 我就知道不该借过这顶王冠 但我却觉得 即使再来一次 你依然会答应她的请求 微进后退一步 接着单膝跪下 宛如骑士般握拳在胸 你表现得比自己想象的更出色 我的陛下 你已经是一位合格的君王了 体力凝视她片刻 随后缓缓伸出右手 那你愿意陪我一起走下去吗 当然 这是我的荣幸 没错 比起一个小时之前 堆在她桌面上的事情 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变得更多了 但体力 却没有之前的那番抵触 因为这一次 身边的风景 已截然不同 第1488集 崭新的道路 飞玉涵将一份报告 递到罗兰手中 这是首批要参加 意识转移的人员名单 虽然你交代过 不用向你过问 但盘石先生 还是坚持让你看一眼 既然她这么不放心的话 那好吧 罗兰无奈地翻开报告 快速扫过名单 几个熟悉的名字 顿时映入眼中 飞玉涵排在第一个 并不让人意外 她早就表达了 请要去另一个世界 看看的意愿 新的门计划 恰好满足了她的好奇 而在下面一点的位置 她先后看到了 加西亚和杰罗的名字 原来如此 这大概便是 这首执意 让我过目的原因了 老实说 我也有些担心 你之前曾说过 他们也是梦境世界 得以成型的 关键人物吧 若是一时转一时 出现了什么意外 或者他们找回了 过去的自己 我们的世界 还能维持现状吗 当然 若是以前还这么好说 但现在 梦境是摇篮的一部分 只要我还在 这个世界 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当罗兰把赫尔梅斯 与争亡令的历史 讲述给两人时 就已经预料到了 会有这么一天 他们虽然在 一时界中 获得了新生 但那并不代表 要对过去 守口如瓶 罗兰也很好奇 两人会用 什么样的目光 来看待另一个世界 不过 罗兰能确定的是 他们也不会再 变回过去的模样 被雨晗点了点头 那我就原话 转告给潘石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也顺便帮我 转告一下 新门计划 如今只剩下 最后一步 我将离开一段时间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你们了 你不会是想 抛开责任 好好享受下 当神明的快乐吧 哪儿的话 只是接下来 我能起到的作用 也极为有限而已 常规技术的知识库 已向两界开放 但如何运用魔力 还得靠你们去研究 这倒不是一句虚言 尽管中枢系统有备份 可受到魔力影响的 仅仅是监护者 所独有的那一份而已 毕竟魔力 只会和意识 发生相互作用 而没有启动的备份 显然就只是 普通的机器而已 这使得罗兰 没法像监护者那样 自发领悟魔力 能用的 暂时只有 对方已经掌握的规则 虽然光是理解这些 就足够他花上 近千年的时光了 费雨晗 大方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研究什么的 还是让更聪明的人 去做好了 但我相信 两个世界中总有人能站出来的 正如之前共同对抗神明一样 说完后 他挥挥手 转身向镇守办公室走去 他这是在表达 我并不需要像监护者那般孤独吗 原来这个家伙也会鼓励人的 罗兰好笑地摇摇头 伸手从袖子上 取下了一块小小的录音器 就是好奇心过于旺盛了点 走出疗养院大厅 外面正人来人往 接管摇篮后 罗兰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恢复异世界的运作 因此对于梦境而言 那场侵蚀之战所带来的破坏 依旧没有完全抹去 协会里到处都是百废待兴的景象 这儿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真相 之前漫长的中断期 未给众人留下任何记忆 更不用提认出他是谁了 即使有人停下脚步向他致意 那也是因为他胸口代表 协会最高层的徽章 这种感觉 对罗兰而言着实有些微妙 而就在人群之中 罗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梦魇瓦基里斯 他走到罗兰面前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 你也打算回去了吗 回去 不 我会留在这里 等等 那你的族群怎么办 有天穷之主和沉默之灾看着 加上剩下的大军 倒也不必担心其他人 会在牵一牵闹出什么问题 而且我留在梦境 才是最有利族群的做法 我的身躯会与灵魂之母结合 成为新的王 不过比起以前的王 这次他不会再有独立的意识 这也是大家达成的一致共识 赛罗插心能同意 罗兰记得 对方可是在红雾随时有可能耗尽的情况下 一路跟随安娜与叶英来到洞底的 又不是永别 何况海克佐德 已获得自己的领域 一旦信标装置实验成功 他随时都能再进入梦境 好吧 那你为什么说是道别 因为要离开的不是我 而是你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已经打算隐去了吧 既然魔力跟意识有关 那么显然更多的意识碰撞 才可能创造出更多样化的结果 这也就意味着 神明的存在感必须尽可能降低 从你选择让意识世界 与现实世界接触来看 你无疑已经做出了决定 如果现在不道别的话 以后恐怕很难再找到机会了 一般人在得到莫大权利后 总会忍不住彰显自己 可你却将世界的未来放在了首位 我不得不承认 你的思想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类 即使是我 也自愧不如 你确实是最适合成为监护者的人选 说到这里 瓦吉里斯破天荒地微微低头 向他行礼致意 洛兰一时哑然 他虽然确实有向对方所说的那般考虑过 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另一个 一个跟世界和未来都毫无关系 并且简单得多的理由 不过在这种时候 他显然不好说出来 最后他只好故作淡定地点点头 随后迈步向前 与瓦吉里斯擦肩而过 只给对方留下一个渐渐远去的背影 走到一处无人角落 罗兰意念微动 下一秒 他便已出现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地方 那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山谷 远离城市与喧嚣 柔和的清风吹过柳树林 并在清澈的湖面上 留下一道道涟漪 而在山谷顶端 坐落着一个优雅的庄园 他走过庭院与花园 在房屋门口停下脚步 轻轻敲了敲门 里面很快传来了脚步声 罗兰的理由很简单 未来的路确实需要精心谋划 全力以赴 但以千万年为单位的漫长时光中 他就算推迟一点点再开始 也不会有太多影响 忙碌了这么久 他总算给自己 找到了一个休息片刻的理由 房门打开 门后的正是夜莺 她灿烂的笑容和金色的头发 映亮了罗兰的眼睛 而安娜则坐在客厅中的沙发上 向她微微点头汗手 欢迎回来 我回来了 罗兰笑着走进屋子 道路在她脚下蔓延开来 不管未来如何 那都将是全新的一夜 新生之路卷完 安娜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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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珈特 再规給我 关注派